海生馆人员小心搬运塑胶筒 来到海滩上掀开布 是一只绿锡龟 这一天是他重回大海的好日子 好有活力的他往海里冲去 差点撞上工作人员的脚 海包署和海生馆合作 在台东掩放绿锡龟 应该是有两三只这样子 这一年大概有多少 野放吗 目前只有这一只 将近三年前 这只绿锡龟在这里被误捕通报 当时健康堪率 这只海龟他除了当初被抓到的伤况以外 主要另外一个 他身上有长一些不明的肿块 其实在野外没什么有掠食者 还是什么可以让海龟挂掉的 其他的病其实也不多 有的话也是那个肿瘤 对绿锡龟的影响比较大 原来当时他的脸上四肢 长了许多这样的小肿块 这是一种纤维乳突瘤 会贫血 抵抗力活动力都变差 也会传染容易复发 得进行切除与药物治疗 这个病因为它其实是有传染性的 要处理完之后 你观察一段时间 确定没有再复发 才可以再野放到野外去 我们认为说这样子对野外族群 其他的海龟的影响 可能会把它降到最低 长达将近三年的治疗观察 绿锡龟终于能回到发现地野放 工作人员还特地观察 他在海中状况 他自在悠游 也带着众人的祝福 快速游向大海深处 大安新闻屏东台东综合报道 你说这怎么做 专门你 图案 看